上海是中国最优秀的城市 城市的管理和建设都带领着城市发展的风向 而2023年上海最美公厕的评选活动 最近已经揭晓 事实上我们此前曾经推荐过上海九亭 九里亭地区的一座公厕 其实我曾经实地到这个公厕去看过 除了外观清洁以外 其实旁边守着一个垃圾站房 然后外面还搞了一个儿童活动区 不伦不类 确实让人有一种不知道怎么说的感觉 但是他也是曾经入选的 而如今看到这些真正被选上的公共厕所的时候 还是蛮赞叹的 虽然都没有一一亲自去体验过 但是从照片上来看的话 这些公厕都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一选选了很多 这说明在上海漂亮的公厕 实用的公厕 有创意的公厕 这个能够代表低碳节能的方向的公厕 也是越来越多 而且一些公厕也越来越有人性化 你比如说医院里面的公厕 或者说一些娱乐场所的公厕 它都做得很有意思 这些公厕的这种不同设计 那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当然这些公厕也是以方便为主 还是以方便为主 低碳节能 也是一个亮点 外形的漂亮 倒是挺有意思的 各有各的 那当然我们这里也呼吁 这个公厕要方便找 容易找得到 一眼望得到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些漂亮的公厕 而不至于淹没在所有漂亮的建筑里面 甚至于我们也呼吁更多的这个单位的厕所 开放成为公共厕所 这样也就不会发生几天前 网上热炒的上个单位的厕所 被人家赶出去的这样的新闻 网上热炒的上个单位的 感谢观看